我剛才太緊張 我忘記了多謝導演 我真的說要用個掌撐一撐自己的頭 多謝導演 多謝選軍盡導演 我要多謝他一百次都不夠 因為當初是他打一個電話 他跟我談 問我究竟你還想不想演戲 你來不來Casting 因為可能真的有很多人會覺得 一個女人結婚生的小朋友 特別是可能做幕前的 就未必會繼續的了 所以他都不知道我的心態是怎樣 他就打了電話來跟我談 問我你想不想來Casting 我多謝他邀請我Casting 也都非常信任我 最後覺得我適合這個角色 所以我可以獲得這個獎 其實我們所有新生代演員都很好 但我今天可以站在這裏 就是因為我特別幸運 遇到八日之下這個團隊 他才有這個角色 才能真正做到這個獎 我都希望我們新生代的演員 或是新生代的電影工作者 可以陸陸續續地在接下來的金像獎 在接下來的舞台上 大家陸陸續續地上來拿獎 今晚想先吃東西 先享受一下 我剛才說謝謝先生 是因為其實他真的很辛苦 特別這段時間 他知道我很忙 所以每一晚上 其實晚上都是他負責照照小朋友 還有他都有他的工作 當他下班的時候 然後吃完飯 小朋友睡了 他還要陪我對劇本 幫我背對白 所以我說真的很感謝他在我身邊 所以大家精神上那麼累的時候 真的兩個已經很滿足 Hello Jennifer 剛才說媽媽給了很多鼓勵你 最鼓勵到你的一句話是哪一句 他會說 沒有什麼事情過不了 因為我們這一行 這個行業 很多時候有高低起跌 甚至乎是要面對很多外界不同的聲音 我們始終都是一個人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會有情緒 每一次我有情緒的時候 我跟我媽媽去談 她就會說 不會有事情過不了 當你過得到的時候 你才是我的聰明女 所以我非常感謝媽媽 一直給我很大的正能量 我沒有時間看電話 但剛才媽媽在上面看 所以她原本說今天不來 她原本說我在家幫你照顧小朋友 哇 為什麼年年都來 你今年都來 幸好她有來 我們有沒有最後的提問 等一下我們會吃火鍋 我們整個團隊 因為我們已經餓了很久 我今天穿那些衣服 我都不能夠吃東西 所以我等一下要吃很多東西 要喝酒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